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角K870T 原厂纯白配色 标配ABS双色中速透光剑帽 做工方面中规中矩 没有毛病 另外 它还赠送有10颗彩色TPD剑帽 只是非透光而已 不过上面制服的细节就比较一般了 像这颗Alt剑 制服就呈现出发黑 键盘原来的指示灯位给滚人占掉 所以相应调到了ESC与FE之间 观察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细节上 键盘预设丰富的FN组合快捷键 第二层功能都是以图标形式雷雕在键帽上 所以尽管不看说明书 也能直接上手 黑爵K870T 搭载使用了华诺轴体 手感比早期一批自主轴体要好上一些 尤其是轴心的广动减少 不过 这比凯华TTC差距还是明显的 至于大剑位 仍是卫星轴的结构 部分大剑敲击起来还是会惶惶的响 后期可以自己尝试润滑一下 键盘采用了博通蓝牙3.0的无线方案 支持记忆三组设备 切换虫帘的速度还算可以 并且蓝牙模式下也能支持全键无充 针对日常文字输入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续航方面上 实测灯光100%的亮度 也就只能使用一天多一点 与官方宣称的8小时续航数据差不多 关灯则有100小时续航 所以说 无线与RGB 两者不可完美兼得 亲民的价格是这款键盘最大的利器 这副简约外观 后期个性键帽也比较百搭 并且自带双模混轮兼具实用性 毕竟 这副模具正面的空间基本都给压榨完了 当然了 缺点还是有的 像手上的这把样机 边框缝隙是有点不均 其次啊 就是搭建能有优化提升空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的收看